今天是4月14号2021年 我跟老公今天报了名去参加Plano City 举办的一个免费活动 叫做Natural of Oak Point Park Guided Walk 所以一大早我们差不多9点45分到了这个Oak Point 准备集合 我们到的时候呢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到了 仔细大家互相寒暄之后 才知道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导游 这位导游先生呢是义工的 所以呢觉得特别的难得 结果时间到了 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所以在旁边这些都可以看到以前水淹上来的痕迹 然后所有的河水如果说满的话 会逐渐逐渐的 流到达里了 海鸟岖是一个人工湖 在路上呢 老先生捡了一朵像花又不像花的东西 让我猜猜看是什么 闻起来呢 有一股大蒜的味道 结果他告诉我说 这个是wild onion 好有意思哦 然后这个洞呢 是穿山甲的洞 穿山甲这边打一个洞 在不远处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洞 是他的exit plan 在路上呢 我们见识到有很多的地方 有这个poison ivy poison ivy很毒的 要小心哦 老先生在介绍 这个树 a very hard wood and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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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have seen the fruit but they didn't know what it was 这个树非常的简实 是一个很 老片的树 老片的树 嗯 so if you ever see those the golden wrinkle look like a brain not the size of the sun 继续往前走 可以看到这个树的树根呢 会延伸的很很很广 树干上面有很多这种poison ivy 大家都要小心 路上都有很多这种sign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cowboy 这只蛇看到了吧 叫做copperhead 很可怕 叫做tomtomtomman 说毒性很强的 我看了怎么觉得 很像我们台湾的grica花 嗯 总之小心为上 這個樹長滿了疙瘩球 對面也有一隻樹 這也長了一個疙瘩球的樹 兩隻樹 oh yeah This one is called a well the nickname is toothache tree because if you take a piece of the bark or a leaf or a flower especially a flower and chew it up it'll numb your mouth Wow except it's not so much a numbness I mean it can be really painful And my theory is that the American Indians used it as toothache remedy 路上有很多植物 他有介紹 可是我也不記得了 肚子 就是蝸毛 你會再捕捉你 もし不能再捕捉 太多了 kay architectural 用蝸毛 用蝸毛 拿大膝 帳風 今天 好心的驰 そして他煮的 很美,很漂亮,比我更漂亮 它也有什麼叫... 我叫它一個豬在樹上 它聽起來像豬 有趣 如果你聽到豬在樹上,那是西亞森的挑戰 他只有6公尺 謝謝 謝謝 我們繼續走囉 也是沿著這個Rollet Creek走 老師鼓勵我們無謂有機會的話 來參加他們晚上也有一個hiking的活動 這個是一個stage 他說可以搬把椅子 在這邊住的trail上住的 就不用買戲票就可以聽戲 Eastern Red Cedar The berry is edible 剛剛吃的那個小果子還不錯 可以放沙拉 所謂poison ivy呢 它的葉子呢 是三半葉 可是呢 它一定是 不是對稱的生長的葉子 是一高一低 一前一後的生長 路上很多這種trails 也容易迷路 所以一定要有這些sign 我們的導遊後來 據他說他迷路了 我也覺得他好像有點搞不清楚方向 不過我們從這個橋的方向出來呢 就是通往Spring Creek 然後呢 又看到了這個 又看到了這個 Rollet Creek 所以 Prettymuch 這200多個 acre的土地呢 都是沿著這個 Cook 因為是低窪地帶 是Flazone 所以也不能夠蓋房子 河道蜿蜿蜒 很特別 老先生在解釋 河床的結構 我就開小菜去照相 他們兩個要去研究一個 好像綠水器的東西 我就在這邊練習自拍吧 出來是一片大園野 大概在五月的時候呢 就會開滿了野花 現在已經有一些野花出來了 蠻漂亮的 可是老先生是說 其實這種野花長出來 是代表這個土質不是很好 可能是太濕了 雨水太多 不過 一大片一定很美 還有這個Spring 要大家小心一點生動物 然後這個是一個介紹 德州當地植物的一個圖表 我先應該介紹 鳳蝶蝶的生命過程 粉紅藠串 奉蝶 Pick 孫蝶 不同地方 然後再從洛西哥回到Texas 然後再從Texas到Texas 然後再有Indiana到Texas 然後再從Norail到Texas 這是一個情形的情形 最後一個情形的情形 第四代 他們的情形周期最長 之後他們又會往前飛到Texas 然後再從Texas 然後再從Texas 翻範圈之後 突發成蝴蝶之後 又往前飛,飛到墨西哥 然後墨西哥有一個地方 差不多有10 acres 然後就找一種 A cave? A ranch? 在裡面有10 acres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人家也是有第二樽毛 有探取到6到7個形式之後 成蟲 他們又會飛往Texas 從Texas 又再財產成蟲之後 再繼續 又到7個形式 又遭到蝴蝶安 然後再由蝴蝶安 反复的那就是他的冬天 那就是他的冬天 那就是他冬天 嗯嗯 是像核培或什么 那是这样的 哦 很多人都没有在冬天 我记得现在是《National Geographic》 一年后就是所发生的地匣 所以 在冬天 这种冬天 就是越来越想见的 我也是這個人 好 然後他們就有了 因為這個老新家有了 這是我的老新家 他們的生命 然後他說他有了成就 那些蟹蟹蟹 那些蟹蟹蟹蟹 然後他們變成蟹蟹蟹蟹 然後他們真的 老新是非常舊 又有了水 然後他們做的同樣 像是今天的這個旅行真的是值得 我們是有六個人參加的報名 結果只有我們兩個其他四個人都不熟 所以變成我們這個驅盆 像是有六個人旅行 即是四個星期 就有四個人 那四季年代 非常熟悉 哇 那些花椒 哇 哇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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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本贝 這就是我們的島嶺 這個是Clawfish的Castle 因為他們一定要竹得離水很近 下面都是潮濕的土壤 然後很多很多都是 那我們現在一般吃的應該都是養殖的 這棵樹跟對面一棵樹相對而立 這麼高有250年的日式 想像得到吧 這麼高的一棵樹 餐天的古墨 長得非常的挺拔美麗 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然後這個是Zip Line 有人在這邊呢 報名參加這個Zip Line的話 就可以從這個 吸上頭滑過去 然後滑過去 從你學一下那個 泰山的畫面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Sign 所以我們現在走出來了 看到湖就表示 就是我們離Replation Center不遠 來一張獨照 再來一張獨照 效逐延開 今天很開心 你看這個野花有多美 好漂亮 然後你知道這個草是無根的 Floating嗎 好有意思喔 它會隨著那個水 飄來飄去的 因為它沒有根 然後這是一隻 然後圓圓的我們看到有一隻烏龜 最後呢 就是這一隻毛毛蟲喔 The End 幸福